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位等等 很多新的概念 以及他们内在的逻辑关系 不知道大家回去以后 有没有好好的记忆呢 同时我们也简单地教给了大家 该如何简单地认识自己的心盘 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心盘 作为第一案例 同时把身边的人的心盘 都拿来作为备用案例 来学习研究了吧 每一个心盘都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生 它是独一无二的 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作为占星师 帮助大家解读心盘 首先 当然需要的是过硬的基本功 以及良好的职业素养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从职业路径向大家介绍 想要成为一名占星师 还有多久的路要走 以及怎么走 下面的五节课 第十一课是占星师入门起步 深造门槛和发展路径 我们会告诉大家 目前在国内的占星圈 大家是如何获得技能的 同时针对这样一个博来品 有没有一个国外的机构 对其进行认证等等 同时如果真的有兴趣进入这一行 技能和证书 到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 该怎么操作等等 以及咨询的发心和技巧等 非常实际的操作层面的内容 第十二课我会教给大家 在学习了上面的干货之后 如果你看了自己的盘 朋友的盘 还觉得不过瘾 想要找更大的平台交流 同时练习 验证 甚至能稍微小小的变现 可以采取的途径 后面的十三课初级课程 我们会针对星体落入不同星座 进行详细解释 比如月亮落入摩羯的人 为何很难感受到快乐 月亮在白羊的人 为何反射弧很短 而火星落在天秤的人 为什么容易怂 木星进入处女的时候 恰逢中国阳年 难道生命不好吗 以及各大星体落入不同星座 对人生的推动作用 诸如此类的戏画 同时也会对入门占星师 该如何训练资深的咨询能力 提出比较明确的要求 到了十四课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难度相对更高的级别中 我们需要对之前学习的内容 进行怎样的升华 比如当你熟知了公位之后 就需要了解公主心 就是一个公位的管理者 而这个管理者又经常出去串门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心的概念 而且在十二公位中 有些公位是直接代表我们身边亲密关系的人的 比如父母 兄弟 配偶 等等 如果我们想了解他们的信息 该如何看呢 这个时候就有了转工的概念 除此之外 古脸占星特有的 护荣接纳理论也会出现 这可是很多占星师工作的精髓 在最后的十五课中 我会介绍一下高级的推运法 是什么样的 本命盘研究透了 推运是最重要的技术 预测和把握更好的未来 才能为我们的生活产生长久的正面效益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这节课的主题是 占星师的入门起步 深造门槛和发展路径 相信在学习我们课程的同学们 不少呢 是在职的 或者说有工作经验的 有工作经验的同学一定会知道 在任何行业 都会有一些关于职业技能级别认定的证书或者机构 同时每个行业 工种 他们的技术也是不断革新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协会 会把同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 研究行业的变迁和未来 因此 第十一课我会告诉大家 目前在国内的占星圈 大家是如何获得技能的 同时针对这样一个博来品 有没有一个外国机构对其进行认证等等 同时如果真的有兴趣进入这一行 技能和证书到底怎么平衡他们的关系呢 以及咨询的发新和技巧等非常实际操作层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要明确一件事情 就是占星这个词本身是个夺译词 中国呢也有占星术 例如紫围斗数 七正四语等等 也都是要通过观测星体来进行预测的 星也就是这些技术的根基 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占星师占星术 以及各种培训协会机构 都是特指西洋占星 也就是现代从国外传进来的西洋占星术 Astrology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中式秘密的相关培训哦 其次之前课程中我们提到过不少 现代占星和古典占星的小知识点 因此市场上的很多人也会写出 自己是现代占星师还是古典占星师 很多初学者为此非常困惑 生怕自己上错了轨道 一步错步步错 其实真的不必太紧张 因此我们现在就把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 帮大家区别一下 首先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是两个成前起后的叫法 现代占星是在古典占星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 古典占星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 远远流长 又叫做传统占星 而现代占星则是在18世纪之后 现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 融入了很多的新元素 发展出的占星学 现在被称为现代占星学 从性质上区分 大家可以比较简单的理解 现代占星有更多的心理学的成分在 更喜欢通过星体和星座 例如月亮落在天蝎 容易和母亲关系紧张 从心理层面上去描述一个人的心境 更加强调自由意志 人本关怀 人性觉醒 性能演化等多元化的状态 重心体 重心座 是现代占星的特点 那么古典占星的侧重点在哪里呢 古典占星由于是基础 是源头 之前为皇室贵族服务 因此其实更多的考虑的是一些 非常实际的人生事件预测 因此实际上更加注重十二公位 之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提到过 公位是最务实的内容 是我们人生的实际演艺舞台 在实际技法方面 现代占星和古典占星里最大肉眼可见的区别就是三王星 天王海王冥王这三颗星又称三王星 都是在科学发展之后才被人们观测并确认存在的 因此现代占星对于三王星的研究要多得多 并且把它们纳入整个占星体系中 但是最传统的占星体系是没有三王星的 因此在占星师要进行进阶 进入到中级和高级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推运 尤其是当我们要进行大跨度的人生预测 十年二十年以及更久的预测时 现代占星的技法就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必须使用古典占星的法达推运系统 这个系统没有三王星 只有日月金木水火土这七颗星 因此其实古典占星被埋目了将近200年后 在1990年英国占星师奥利维亚 巴克莱重新挖掘了17世纪占星师 威廉·莉莉的著作 通过这一波推广古典占星的技法 才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而环顾我们中国内地地区的占星 也是遵循这种顺序 在我2003年左右开始接触占星开始 一直都是用BBS讨论版强行翻译的外文资料 非常拗口不说 还很声色难懂 而过来之后 在2010年 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出版了 由胡一木老师翻译的 当代占星研究 占星相位研究等等 这些都是学习占星必看的基础书籍 经过了近十年的占星自学 同时也基本上把我身边人的星盘研究了个遍 积累了近千个案例 在2012年 我研究生毕业的第一年 我有幸接触到了来自台湾的杨国正老师 也就是现在的杨腾山老师 这才真正进入古典占星的学习 但是在当时 也就是2012年 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古典占星 作为一个深入掌握现代占星技巧 对古典占星一无所知的人 思维上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 我几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才完全把前后结合 之后的几年 是古典占星爆红的几年 我在美国读书 也有幸通过微博 开始了我的占星事业 因此 各位同学 如果想要专门针对古典占星的书籍 我推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教授 本杰明戴克博士的 当代古典占星研究 这本书也基本上是 唯一一本翻译成中文的 古典占星书籍了 只有在台湾出版 大家可以尝试购买 好 大家明白了古典占星 和现代占星的区别之后 相信也不会那么纠结 到底学哪个门牌 因为你会明白 根本就分不开 现代占星是古典占星的延续 基础的知识都要学习 一个都不能漏掉 下面我们就从技能学习的角度 来讨论一下吧 首先 学习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自学 第二种是跟随机构学习 第三种是跟随老师学习 首先说下自学 在任何技能刚起步的时候 其实自学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我在刚接触占星的时候 也是通过自学 现在社会自学的途径更加丰富 在这里 我建议自学的同学 首先先好好阅读之前提到过的四本书 分别是天书 当代占星研究 占星十二公位研究 占星相位研究 读完这四本书 耐下性子 把四本书真正的过一遍 才算是真正入门 其次是通过机构学习 由于占星是一个舶来品 因此基本上国内有关的证书也都是舶来品 所以下面我们把国内目前提供证书的考试以及机构给大家提供一下 第一个是弱道占星 这是一个本部在北京的机构 关于培训方面提供的是ISAR中文资质项目 首先说一下ISAR 它的全称是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strological Research 国际占星研究协会 专注于加强占星学教育和研究 推广高标准的道德和能力 以及赞助全球占星师交流 拥有自己的证书认证系统 它的资质认证项目 相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的会员提供占星资质证明 一 获得ISAR附属学校的证书 二 有十年以上的职业占星经验 并且可以提供证明 三 参加并通过ISAR职业道德培训课程 四 参加并通过ISAR咨询技巧培训 五 通过ISAR能力考试 下面我们来说说考试 想要获得ISAR资质证书 你必须完成以下四个项目的考试 一 占星能力比试 考试需要到现场参加 考试用中文开卷 时长约6个小时 二 占星咨询录音评估 与真实客户进行45到60分钟的录音咨询 并寄送给指定的所在国ISAR评分员 三 咨询技巧培训 老师将以情景演示的方式 向大家展示 占星咨询中重要的咨询技巧 四 道德意识培训及测试 也是要参加他们的培训 五 三门ISAR规定的选修课 申请者必须顺利修完下列 经ISAR认证委员会批准的课程中的至少三门 我列举几个 例如小行星 天文史 古典占星 天体生物学 经纬 金融占星和天文经济学等等 第二个是新月占星 这是一个和伦敦占星学院合作的机构 在2018年推出的三年的中文文凭培训 首先说一下 伦敦占星学院 伦敦占星学院成立于2000年 由两位占星家 苏·汤普金斯和克里斯丁·泰特创建 汤普金斯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 当代占星研究 占星相位研究 两本书的作者 可以说 伦敦占星学院是目前 唯一可以发实际占星文凭的机构 但是对于文凭的层级 并没有很深入的提及 需要更多信息的同学可以自行深入 新月占星提供的培训是 三年至英文授课 中文翻译的网络课程 需积累满20个学分 并且用中文答卷 通过文凭考试获得文凭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UAC 全称为United Astrological Conference 国际联合占星大会 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占星师大会 每4到6年一届 最近的一次国际联合占星大会 于2018年5月24到5月29 在美国的芝加哥举办 全球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位占星师参与了本次会议 也创造了一年来UAC的大会之最 而UAC呢 其实是由五大协会一起主办的 它们分别是 美国占星师联合会 AFA 国际占星联盟 AFAN 美国国家占星研究协会 NCGR 美国印度占星学院 NCVA 以及我们上文提到的 ISAR 国际占星研究协会 这些协会也各自有各自的认证系统 只不过并没有跟中国内的机构合作而已 有英文基础的同学 可以尝试自己浏览英文网站 找到更多的信息 下面我来总结一下 上文提到的两个机构 是目前国内可以通过中文考试 来获得证书的机构 但是由于都是和国外的机构进行合作 因此在教学方面 会存在中英文切换的问题 不少课程都是国外老师远程英文教学 再通过中文翻译来实现的 这对于英文一般的同学 其实不太友好 最好是具备一定英文基础 同时呢 比较熟悉国外教学风格的人 才能比较好的适应 而且这些课程都没有办法反复回听 其次 这些资质最终都有分不住考试的流程 目前看来变化比较多 而且比较繁琐 耗时长 但是 培训机构的优点就在于此 整书 一旦完成了这些培训和考试 就拥有了类似行业的敲门砖 对于以后想要以此为业的小伙伴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但是归根结底 占星是技术问题 很多技术 在有了完备的基础知识之后 还是要涉及到实际的操作层面 和技术练习 以及案例解说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老师亲自带领的 就我个人漫长的学习经历来说 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 就是跟随固定老师学习 在我从本科毕业考研成功之后 就拜到导师门下进行学习 包括在美国留学的三年 也是主要跟随导师做研究 这给了我很强的启示 那就是老师的经验和知识 可以稳定的 无缝的输送给你 这也是我为什么倾向于建议大家 在勤奋自学的基础上 跟一个固定老师学习一门技术的原因 而且在我们这个领域中 大部分中高级技巧 都是老师自己个人的感悟和咨询案例 特别是咨询案例 这完全是个人知识财富 而我们这个行业这种个人经验 才是精髓中的精髓 证书固然重要 但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 真正向你咨询的人 你就会明白 最终大家还是靠技术吃饭 靠本事走下去 拼的都是硬货 所以综上所述 我建议学习占星的大家 可以跟随一位稳定的老师 一直跟下去 学习全部之后 中间也积累了不少真实的案例 也具备了咨询的基本能力 如果这个时候 觉得时间和金钱都还富于 再去考虑证书的事情 毕竟上文提到的两个证书 花费都不低于四万 同时历时都需要两到三年 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好了 这节课我们分析了古典占星 和现代占星的区别与联系 也消除了大家的疑惑 之后我们又分析了 两个与国外占星协会合作的中国机构 以及他们提供的基本证书和考试情况 也分析了利弊 希望大家可以在占星这个道路上 越走越清晰 越走越顺利 无论是小白 兴趣爱好者 还是以后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 有志青年们 能够找到自己的路 我们下期课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